大家好 欢迎来到古文观止 我是绍欣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篇文章是《蓝亭集序》 当然说到《蓝亭集序》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这个名字真的是如泪灌耳 特别是在很多书法爱好者那里 《蓝亭集序》它的原文 原稿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是非常多的书法爱好者的珍宝 而且大家经常都会反复地去临摹 我自己的大学的导师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写书法的人 他每天早晨都要临摹一遍 蓝亭集序 已经坚持了几十年 每天临摹一遍 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那我自己不是研究书法的 但是呢 我读文章 所以我就会从文章的角度去看这篇文章 那么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篇文章的理解 也就是说蓝亭集序除了这个字写的好之外 这个文章本身其实也是非常棒的 只不过大家今天很少人会去真正的体会文章好在哪里 这也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 那么说到蓝亭集序呢 刚才也提到了 它的书法作品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那我们说一说行书这种书体有什么特点 每一种书体有它的独特之处 比方说历书是古朴典雅的 楷书是方正的严谨的 那行书的特点呢 叫做潇洒飘逸 能够写好行书的人 一定是一个内心非常洒脱的人 才能够做到人书合一 那所以讲到蓝亭集序 我们就要说一说它的作者王羲之 王羲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洒脱的代表 那王羲之所生活的那个年代 魏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很罕见的 很少有的洒脱的时代 当时的人洒脱到什么地步 一句话来讲 只要没死都不是事 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那个年代里面呢 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你们去看一本书叫《诗说心语》 《诗说心语》里面有特别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讲这些人有多洒脱 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今天觉得 哎呦了不定了这事不行了过不了了 人觉得无所谓 比方说有一个我记得叫夏侯玄 以柱作书 以这个柱子写信 当时天降大雨 突然间一个霹雳一个雷劈过来 把后边的柱子劈碎了 然后他的衣服烧着了 夏侯玄的反应是 一看没烧死 拍一拍继续写 很恐怖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 把什么作为评价你这个人的格局的标准呢 就把评价你淡定不淡定看作标准 就是看你在大事面前是不是淡定 越淡定的人 当然认为越洒脱 越厉害 格局越大 比如说谢安 对吧 大家都知道东近名城谢安 飞水之战的时候 敌人来侵略 他是总司令 在后方下棋 最后人家这个前方战报到了 他看完之后一言不发 继续下棋 旁边人都懵了 说这个国家存亡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说我们打赢了 面色没有任何的变化 非常的淡定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王羲之 也是一个很淡定的人 里边讲到有一个成语 叫东床快序 就是王羲之 说王羲之那个时候还是个小青年 但是他王家势力很大 当时的太傅去他们家里边选女婿 然后其他的王家子弟一看 对吧 两个家族的这个联姻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捣扯的人目狗样的出来 结果最后这个过来选亲的人 回去汇报 跟这个太傅汇报 太傅说怎么样啊 他说王家的子弟个个都很精神 打扮的都特别好 但是有一个小子特别不给力 说什么小子啊 说他不出来 他在那个东床 露着个肚子在那看书 然后太傅一听说就选他 为什么 这是一个特别洒脱的人 你看太傅来选女婿 他不在乎 他觉得无所谓 非常的洒脱 非常的自由 这个人就是王羲之 所以后来就说这个王羲之 是东床快序嘛 那王羲之在写蓝庭序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一个小伙子了 他的儿子都已经蛮大了 这里边 蓝庭集会里边有他的几个儿子 那个时候他已经50岁左右了 那在这个时候的王羲之 更加是体会到了 人生当中什么更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文章的第一句呢 叫永和九年 岁在鬼仇 永和是当时禁墓帝的年号 禁墓帝九年 按照当时的天干地支的纪念法 是鬼丑年 这是古代的纪念方式 牧春之初会于快击山鹰之蓝庭 休息事业 这句话 其实里边信息量很大 第一个 请大家注意这个集会的时间点 在什么时候呢 在牧春 就是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 的那段时间里 但是又是牧春之初 而不是牧春之末 这是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我会注意这个时间点 牧春之初 休息事 包括后面讲到的这件事 这件事其实在古代是一个传统 就是每次到了三月的中上旬的时候 就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礼仪 叫休息 这样的一件事情 相当于大家去外面踏踏青 玩一玩 三月中上旬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春天还留着 但是即将过去的时候 最美好的时光即将度过的时候 你们去看那个《红楼梦》里边 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情景 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人共读西乡 什么时间点 叫三月中环 就是这个时间点 牧春之初 春天快过去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 花还开得很漂亮 但是已经开始凋落了 所以《红楼梦》里边就写到 这个共读西乡之前呢 是贾宝玉一个人拿了本西乡记 在桃花树底下看书 然后一阵风吹来 桃花飘落 飘了它一身 一书 一地 非常美 然后后面林黛玉就开始感慨 这个人生的短暂了 人生的意识 你看王羲之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他们这帮人在 春天快要过去 但是仍然存留着很美好的时光的时候 跑到了一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叫会计山音之蓝亭 会计是哪里呢 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 我去年还带了一批朋友 一起去浙江绍兴玩 那个地方是一个初闻人的地方 又是一个江南水乡 对吧 你看又是鲁迅的老家 陆游的老家 王羲之当年也在那里做官 所以会计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味的地方 而且风景也很美 有山有水 在山音县的兰亭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如果你去到绍兴呢 你还是可以去 绍兴的越城区 有一个兰亭的景区 据说就是当年王羲之他们 在那里写下兰亭序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跑到那去 后边解释叫休息事业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出去踏踏青 我们出去赏一下最后的春光 然后祭祀祈祷一下 对吧 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一个美丽的春天 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 干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是哪些人呢 里面没有具体的去写他们的名字 叫群贤必至少长贤己 但是我们来看这八个字 第一是有名望的 有才华的都来了 据说那个时候去了四十多个人 而且是少长贤己 几代人都在 不光是有名望的这些前辈 就连这些晚辈当中的后期之秀 也都来了 比方说前辈谁在呢 西安就在 晚辈 王羲之的儿子们也在 很多人 群贤必至少长贤己 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时间点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 有这样一群非常有才华的人 大家聚集在一起 所以后面就开始讲说这里有多好 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筑 又有青流集团 应代左右 引以为流伤去水 那这里边呢 就讲到了 来到兰庭 大家做的事 我们讲是休息室 但是具体的来讲 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他要先讲周围的环境 我们就着周围的环境干了一些好玩的事 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 第一个叫崇山峻岭 第二个叫茂林修筑 大家要注意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 崇山峻岭是远景 茂林修筑是近景 也就是说我处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极目远眺 还是低头 看自己身边 我都是能够看到美丽的景色的 而且不但有山 有竹 还有什么呢 还有水 清流集团 应代左右 引以为流伤去水 那这里我要解释一个词 什么叫流伤去水 流伤的这个伤就是酒杯 我在去年去绍兴的时候 我专门去了兰亭 感受了一下什么叫流伤去水 它在那边有这样一个项目 模仿古人的 你看到那个杯子 就明白什么叫流伤了 它那个杯子呢 有点像我们今天喝酒的那个小酒杯 或者是喝茶的那个小茶杯 但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茶杯 如果旁边有个bar 它是在侧面的 但这个流伤的这个酒杯呢 它是在那个顶上的 就是相当于在那个酒杯上面的一圈 旁边有两个小翅膀 所以它有福利 它可以拖着 在这个水上 拖着这个酒杯飘 这个叫流伤 然后你就在里面倒上酒 这个酒杯飘到谁那儿 你就拿起来喝一杯 这就叫流伤 那他们在当时 集会的时候的玩法 就是坐在这个 有水的地方 大家坐在水边 水呢又是曲水 又是弯的 对吧 可以循环的 要不然你不知道把杯子留到哪儿去了 对吧 大家最后都抢杯子去了 这个杯子是可以循环飘的 有点像我们今天吃那个寿司里边的那种 回转寿司 只不过它这个不是回转寿司 它这个是回转酒杯 而且它不是传送带 它就是自然的水 然后周围的风光和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行为 而且呢 这帮文化人聚集在一块 不是天天喝酒的 他们要干什么 一边喝酒一边复诗 所以后面叫列作其次 虽无私主管弦之圣 一伤一涌 一足以畅旭游请 这里面的伤 就是喝一杯飘到你面前的酒 涌 就是喝完酒之后 你要立刻涌出一句诗 你想这帮人作为一帮群贤 对不对 作为一帮特别有文化的人 大家都是出口成章的 可以口战的 可以随口讲出很漂亮的句子 这就叫一伤一勇 我记得去年我还专门去感受了一下 当然那个时候呢 今天我们这帮游客们 大家都已经没有办法出口成章了 也没有办法喝酒 所以他们当时在个景区里边 往里边倒可乐 可乐飘到谁面前 谁要端起这个杯子来喝一口 然后讲出一句诗 这个有点像非花令 比如说带了一个花 然后接着这个酒杯往后飘 飘到下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端起来喝一口 然后讲出一句诗 大家想想这是文人雅士 就飘到谁那里喝一口 然后讲出自己心中所想 把它用诗歌的形式 所以后边说 一伤一勇 一族一畅旭有情 说虽然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没有那种私主管弦之乐 没有什么乐器演奏 但是这样的行为 也足够让我们抒发自己心中的情怀 这就叫做畅虚幽情 因为你写诗就是畅虚幽情嘛 好 这节课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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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